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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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女人物診 逢星期三晚8點到9點 對不起 9點到10點 對 9點到10點 你很想在8點做節目嗎 當然大家當然要支持我們買Radio的任何節目 每個節目都要支持 特別是旭文射馬 旭文射馬是甚麼節目 旭文射馬是一個付費節目 如果你付了錢 收月費 他就會把連結到你的電郵 就有提示 對 提示是很棒的 因為我聽聞旭文的馬術非常好 不是騎馬那種馬術 是貼馬那種超級厲害的 我之前沒有跟你說過嗎 沒有 你跟他買嗎 沒有 他當然不會給我提示 但他真的超級厲害 大家如果有收到 應該已經收到很多不同的提示 到時大家看看是否真的非常棒 我想問我們另一個女人去了哪裡 我們另一個女人去了哪裡 去了巴黎 其實他不是去巴黎 他去很多地方 這次要等他回來說給我們 因為他去匯情人 匯救情人 可以了 祝他成功 我最希望有情人忠誠 眷屬 今晚我們有什麼節目 其實要跟一位加拿大的聽眾李珊說聲 不好意思 因為上一集突然間有改變 所以本身是 上一集我們預備了送給你的題目 我們要到今天才說 今天全集都送給李珊 送給加拿大支持我們的李珊 還有其他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朋友 李珊一定有課金給我們 一定有給月費 所以我們真的要告訴李珊 還有他說 看看我們幾個女人 可不可以解答他的疑難 他說他自己有個問題 他會覺得 為什麼女人和男人 女人有時候喜歡穿絲襪 但是男人又會覺得很興奮 剛才我聽到一些朋友留言給我 他說這件事 他說你想一下 喂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人 去偷拍別人的裙底 明明是穿了一條絲襪 裡面怎麼也有一條內褲 那條短裙又不是真的很短 是蓋膝 到膝蓋 其實偷拍這些 以前我們提過 有什麼意思 你什麼都看不到 底褲你也看不到 你看到浪 因為這樣說 我們先說絲襪 女人喜歡穿絲襪是因為 絲襪的質地 有些絲襪可能會令身 令你的腳看起來 如果是黑色的話 令你的腳看起來 會比較修長 有時候可能 怎麼說 質感會比較好 還有文文你現在說的是 黑色那種普通的絲襪 黑色或者肉色 有些閃閃的 你自己做工 你自己有沒有留意 在辦公室有沒有女人會這樣穿 穿成件套裝 那類的話 就算是冬天夏天 一年四季 他都喜歡配黑色絲襪 因為要配合 他會覺得這樣比較漂亮 因為我覺得會比較斯文 還有大方 但對我來說 就算夏天冬天 我都不穿絲襪 我覺得絲襪 我們接下來要開拓的題目 就是絲襪 如果要穿的話 是引人入性的 只會在上床 有伴侶在旁邊 拿來調情情趣才會穿 普通是真的不會穿絲襪 你想一下熱辣辣 穿什麼絲襪 想起絲襪 我就想起那些大陸人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絲襪 感覺上好像得體一點 穿絲襪 但如果在床的性事上 為什麼要穿絲襪 我們以前也討論過 其實穿絲襪 好像剝多蟲皮 好像玩我 你太天真 原來 剛才我聽到一些朋友 他告訴我怎樣說這個題目 他是男人 他就說 如果是絲襪 薄癡癡 其實如果在性事 在床上 情趣來說 是要撕爛他 其實我身邊有些朋友 都是很稀 好這一道 有一點是暴力 那方面 也不是 那你不會弄痛你的 只不過他會覺得 要是買較便宜的絲襪 一定要二絲 可能街邊十幾元一對 那你一絲絲開了 那你正正絲的位 就是你直接可以露到底褲 底褲都扯下來的時候 就直接來 那又會有些快感 那些男人是會 其實女人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感覺 只不過女人開心的情況之下 或者他們覺得很滿足 是因為看到男人 說很取悅到他們 那他們就覺得很棒 但是如果你說講起絲襪的話 我們都要講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坊間 有一些收腿絲襪 即他的質地 好像特別不知什麼 太空物料纖維 那些應該不是穿上床 那你穿上身的話 穿上下身顯得超級瘦 整隻腳都會包裹 然後顯得你的腳很瘦 這個我也試過 但物料會很厚 可能是冬天才穿 以前幾年 十年八年前 都有流行過一些 其實是蜜褲那類 即是很厚身的絲襪 冬天都穿 那些人都當成下身的褲 即是已經代替褲 即是穿連身 穿連身的時候就配襯 或者穿長一點的衣服 然後就這樣加一條力 我們叫得厲害 還有如果大家追隨了我們五年的話 應該都記得我們曾經有一集 你和阿沙莉 我們其實當時還在旺角studio 其實李沙莉應該是要上網看回那集 笑到我們真的趴在那裡 算阿婆大底環之後 因為那集我帶了很多自己的私伙 例如有些護士一半折的私物 還有有些是圓網私物 特別是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人很喜歡穿那種私物 是連著底褲 但又有一條吊帶 那些 我覺得那些真的非常之 如果我去到 如果你說出去喝東西 或者出去那些什麼難貴方 你見到真的完全 我是一個女人 我都很想狗衝 即是覺得很sexy 對 很想衝過去 那種我就會覺得好一點 但你正常 你應該見不到她有那條吊帶 她的短褲 不是 她的短褲 可能超級短 你是露出一條帶出來 有時候 如果你經過彎仔 晚上入夜的時分 你都會見到 真的完全是 自己作為一個女人 即是一個fashion 有些好像style 可能他們當時有個jazz coat 或者當晚的party 那你見到如果有一些 如果你說成條的私物 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來說 真的沒什麼興趣 我只不過覺得 有時候你在銀行的話 你一定會見到那些人都是這樣穿的 即是每天都會見到的 你跟銀行那些 比我好沉悶的 對 然後她穿那些 就是那些 那麼低低那麼高的高跟鞋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進入 就是另一件事 為何一些男人 喜歡女人穿高跟鞋 這件事我要先分享 我有一些朋友 我也會穿高跟鞋 但看情況 我有些朋友 她是女生 她從來都不喜歡穿高跟鞋 她會覺得 我已經覺得自己夠高 要不要穿高跟鞋 而且又不舒服 其實很不舒服 有很多人 現在開始都適應 知道有一件事 叫扁平竹 其實我都認識很多朋友 其實本身穿鞋 或者走路的姿勢 已經不太正確 要穿一些 對腳比較好 可能有些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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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她穿高跟鞋 真的很難受 尤其有些喜歡穿什麼 斗領跟鞋 或者三四吋 我覺得一定要有些技術才行 我知道你可以 真的有技術 我以前穿那種 15cm 但是那個鞋是非常幼的 但是拿來有些活動 或者要工作才會穿 平時已經是 很多年我都沒有穿什麼高跟鞋 以前的我 是從來都不會穿平底鞋 我覺得很不得 穿高跟鞋 在一個女人的角度來講 就是覺得自己顯得高一點 而且 因為你整隻腳都鬆出來 連那個腳跟的位置 這個位置 就會好像長一點 對 那你顯得一隻腳 在視覺效果就會長一點 我又會覺得正 但是原來男人喜歡穿高跟鞋 喜歡女人穿高跟鞋 好像我朋友的個案 從來都不穿 那就是 如果他們那一晚 很開心 就要自己再另外戴高跟鞋 為什麼呢 很無聊 我覺得他們本身穿著波鞋 他們很喜歡追 你有沒有追求那些波鞋 沒有很特別追 就是他們追上那些波鞋 完全是Liu Excellence那些 那些 完全是不漂亮的 但是很多女生 覺得很潮 或者很漂亮 好像追手機那樣追 那他們就是 一去開房 或者去SweetSweet的時候 那他們又要另外自攜一雙高跟鞋 就是要穿著來去搞的 那不如現在看一個廣告 稍後回來再說怎樣穿著來搞 剛才呢 這麼像文文你的聲音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支持玉文射馬 那說回高跟鞋那裡 剛才聽你這樣說 你的朋友簡直是 沒有喜歡平時穿高跟鞋 不會穿 真的不會 都特地去開房 都要戴的 那你就穿著去吧 那他男朋友 或者伴侶 真的很喜歡高跟鞋這類東西 是啊 還有你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說高跟鞋 或者是女性的打扮 我們可以說回一對台灣的夫妻 就叫做黑人和泛泛 泛偉琦 那黑人公開曾經說過 就說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我老婆那些設計師 時裝師那些 那些 經常要幫她安排到整個人 好像男人那樣 要不是穿長牛仔褲 我老婆都高的 那為什麼就不會讓她穿短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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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打扮都不漂亮 那他就說 其實泛泛都一七幾很高 那黑人就說 雖然我老婆高 但我都很想她穿高跟鞋 那有一段時間 泛泛他就 改變了自己的穿衣服 那個風格 那黑人就公開又說 原來我老婆穿這些 真的很漂亮 我老婆是很漂亮的 你的意思是很多男人都喜歡穿高跟鞋 對 而且女人跟女人的打扮始終是不同的 如果你自己是這樣穿 如果說高跟鞋 有些剛才也說有些很幼跟 有些比較粗跟 有些穿衣服 或者高跟鞋 但我覺得 那些男人喜歡穿 都是穿高跟鞋 對 如果我們穿高跟鞋 他會覺得 好像沒什麼 我覺得又穿越幼就越性感 但其實女人走得很辛苦 對 而且如果說在鞋一方面 有一種 剛才阿文文提及的鞋 就不是那些普通的短鞋 一短鞋 冬天穿就真的很老套 即是包著那些 很拆 那些我是不穿的 但我的腳不是那些 因為我們的腳 都不是那些超級筷子腳 我們是不能穿到鞋 是來到膝頭的那些 整隻腳這樣拉上去 很漂亮 好像有蜜 好像以為是一對蜜 還有皮質的 優到膝頭的那一對上 整隻包是非常長的 黑色皮質的那些 哇 你想想如果一個大肥袍 或者一隻腳 不是超級筷子腳的那些 來穿 其實是很噁心的 你會覺得整個 一個水桶 會這樣像蘿蔔一樣 對 很噁心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穿 如果你說什麼人穿得漂亮 很瘦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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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些三色電視台 胡定欣 姚子玲 這些是真人好瘦的 就算是呂山姐姐 她也是超級瘦的 她這一類 就會穿得很漂亮 如果有一點肉底 很難穿 你穿這些 你不說不看外貌 只是看腳 如果你是筷子腳 或者是很幼的腳 超級瘦的那些 其實穿這些真的超級 形得來 真的有點像那些女殺手 話說回來 你剛才說起 如果這樣說 那些男人 喜歡人穿絲襪 或者高跟蟹 是不是喜歡玩腳的那些 這件事我真的從來 其實那些人所謂玩腳 其實是怎樣的 對 我們現在說來講去 絲襪和鞋子 也是套在腳上 原來 剛才我也是聽到一些聽眾 我剛才在問一些聽眾 咪前的時候 他們就留言給我 他說 嘩 是呀 他喜歡的女人 是整隻腳露出來 什麼都不要穿 如果你是整隻腳白白滑滑滑 露出來的話 是很棒的 這些 那就是說 其實這些男人 其實他是 有兩種 有些就說 喜歡你的腳白白滑滑滑滑滑 之餘 你要套些東西下去 即是 標其立意 那樣 有些就說 如果你的腳白滑滑 收長 那你要是穿高跟鞋 和普通一雙高跟鞋不一定是要十多寸 然後整隻腳都露出來 或者穿短裙、短褲、紮身那些 這樣就非常棒 如果穿連身裙到膝蓋上一點點 又會覺得一般 要整個大腿露出來 你說穿絲襪和高跟鞋 一定要配短裙 而且我覺得不要配連身裙 好像很老套一樣 穿得連身裏還要這樣 要半絕就很短 這樣就夠型 如果穿及膝裙加高跟鞋都不會覺得sexy 真的不會sexy 如果你是sexy的話 要露出一些肉 就算是長的 你也要露出一段大腿肉 短褲也可以 說起性感 你有沒有發覺 女性來說 就算你露胸也未必是最性感 其實是露腳才好 為什麼呢 有時你經常聽到一些人潮語 就說 後面看就喀啦啦 前面看就喀啦啦 講開這高跟鞋 其實除了會令到腳看起來收長一點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件事 屁股也比較囂張 因為他走的時候 因為你那個高跟鞋都這麼幼 在那邊移動 而且你以為人的高跟鞋 你的人就會有點烏向前 其實屁股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囂張 所以別人會覺得 所謂我拿多姿 因為你又走又有少少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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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整體都會比較漂亮 偷拍裙底的那些 這一種不單是亂捉 但有些人偷拍裙底的那些 明知偷看完都是沒有東西看的 拍完的照片都是看到絲襪庫浪 你什麼都看不到 難道你這樣拍 你只是拿著一塊東西 可能是電梯 你不會這樣伸進別人的裙底 其實那些就不同 那些可能只不過是對絲襪 特別是黑色的絲襪是有興趣的 他不是說喜歡你大腿還是小腿 其實那些就不是 那些是反正你是穿黑色絲襪 他就會有興趣拍你 話時說又說絲襪 除了說正式的絲襪 或者剛才說的質地 例如零身和閃閃 令他很喜歡漁網絲襪 有些是大洞 有些人很喜歡太洞 其實你穿起來等於沒有穿 你穿起來有什麼意思 我可以在上面碰一下你 我們幾年前那一集也有帶出來 是一半的那些 漁網 我覺得這些也是 其實我不能說這些叫Fashion 這些不是Fashion 如果你在街上正常常見到一個女人 漁網絲襪 我覺得只可以撞情趣內衣穿 你在街上穿 人家當你是出來做的嗎 這是事實來的 現在也沒有 但為什麼大家會把漁網絲襪 已經連繫著性那方面 正常的穿 你就會覺得 什麼人那麼疑 你想也想到 你的漁網絲襪有什麼作用 你遮什麼 如果你說有些人 他可能有一個胎記 遮擋著胎記 你遮不了東西 事實來的 你穿了洞 還要越大越興奮 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說上床 像你剛才那樣 這樣就像你剛才那樣 這樣就扯爛 但一定要買一些便宜 如果不是買幾千元的一隊 是扯極也不難 扯極的洞越來越大 但沒有難度 是啊 我們營養員也笑得很便宜 不是吧 他正在笑 我們有什麼金紅 先說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穿過Kloe 我當然有 就是情趣 如果當時幾年前 我怎麼會有這麼多這些珍藏呢 就是真的不會穿外出 你想想 會不會穿一些很特別的 叫什麼 Lolita那種 一半的 然後有一隻蝴蝶 飛出來 那些 你在街上穿別人 才會當你 你是不是那些Pum 日本那些 你說那些蝴蜜 也會有東西掉出來的嗎 有 你不記得上次我們戴那個 是套洛阿沙利的 就是穿上大腿 有些白色 然後有些粉紅波點 然後有些白色的蝴蝶 飛出來的 大哥 你在那邊走的時候 兩隻蝴蝶在那邊飛 我看那邊飛 引到那些蜜蜂過來 引到那些蜜蜂過來 引到那些小姐 你是不是趕著他開火 真的 說真的 如果你在街上 看到這些女性穿 你應該要給她青衫電話 因為這些人精神有點問題 真的有 真的有問題 勇敢 你敢這樣穿 除了一個節日 他們會穿外 我知道 萬聖節 錯 萬聖節 也不是我 萬聖節不是每個人都會 我想說的就是這個動漫節 剛才文文在那裡問 為什麼一些男性會對這些那麼有興趣呢 我覺得 在男性和女性來說 很多男生小時候看那些動畫大 看動畫 你有沒有發覺以前我們小時候 短裙的 低胸 一定是 你想想大家 其實有些東西 沒錯 我小時候就是看那些美少女戰士 我還要畫他那些一定是 弄到腳好像Photoshop 一定是超級長 兩隻筷子 完全跟新的比例不一樣 其實你想想 有些男生小時候 難道叫你給文言文書去看嗎 沒可能 小時候你去圖書館 媽媽都說 沒有 劇本書 沒有劇本書 一定要是故事 你經常要看漫畫書 就是他們 久而久之 他們的想法 就是已經覺得 嘩 美女就是這樣了 他以前怎麼會上網看四仔 就算現在四仔 他都不一定是 不過四仔都多這些 這樣的角色 剛才我想說 除了你說萬聖節 有一些 不同之外 其實 動漫節 就是我想帶出的 動漫節 正正我想說 就是 動漫節 所有主角 或者去參加動漫節 那些這樣的女生 他們全部是角色 都是會穿絲襪的 而且過去那一年 哪類型的絲襪 什麼都有 跟隨那個角色 什麼絲襪都有 他們多數都是訂造的 但他就會跟隨他上去 會不會是正式 還是有花紋有圖案 因為 什麼都有 我自己覺得 正式會好一點 如果那些女生 腳是漂亮的 你穿正式好好的 總之少許 感覺上 白滑一點 就OK 不用做那麼多 你反而做什麼身體 那些更加 看不到你的腳有多漂亮 如果你說動漫節 其實他真的會跟隨你的角色 去參加 那他就不 看看那個角色是什麼 因為 你知道初音是什麼嗎 完全不懂 沒有聽過 對 因為其實 要不他就不露腳 如果是穿的絲襪 你可以看到這一種絲襪都有 你看到那些 他會完全是 不知道是什麼 白色 淺藍色 混合一堆 那些真的訂造 對 這些是跟隨角色的 而且如果你說 說起服裝來說 有一種都是 沒什麼意思 而且對我們來說 說真的 對女士來說 不是什麼舒服的 但對男士來說 有一種幻想 那樣東西 就叫做褲子 褲子的底衫 一張底褲 通常如果說底衫 或者內衣 就是胸圍那些 通常褲子 胸圍那些 都不會就這樣出街 怎麼說呢 你怎麼說 我覺得應該分兩種 有些真的可以出街 即是上班可以穿到 當然你可能有Wires 但有些很喜歡褲子 然後很薄 完全沒有承托力 我覺得那些真的只是在家裡穿 真的當情趣那些 正常你不會特別穿 對 和你說的 褲子可能有時會刺 對 刺肉 如果一個正常的女士 如果你怎樣去保護自己 日常生活這樣保護自己 你應該穿一些棉質 很舒服 還有疏爽 褲子 褲子只不過有些 好像若隱若現 有些比較性感 這樣薄 這是兼密的 所以有些人說 新進的牌子 Victoria Dudud 他們說 那些真的好 但其實他們那些 衣服 真是漂亮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承托到 這樣就未必 我覺得不是的 那些真的當睡衣服 真的當在家裡穿 睡覺時穿 你不是穿外出 還有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在家裡自己一個住 不是跟伴侶一起 其實你穿這些真的很沒意思 你可能取悅自己 有些女性也是 化妝、扮美 都是取悅自己的 不是因為什麼 明知根本上就是不舒服 但有市場 你看那個Victoria 都做到這麼大 本身是外國 現在也進來亞洲 做很多分店 那我就看得出來 還有另外一間 比較港式的 就是那間 英文字 不是 數字 數字 六十幾 我覺得那間就OK 因為它便宜一點 還有它有些都是棉質 不是說真的 全部都是雷屎 但我看到它也有這些 還有它那些很薄的 你想想如果一個女性 穿那麼薄的 其實你保護不了 所以是睡覺 不如我們試試打給一些男人 不如我們在這個節目 即興去打給別人 好嗎 好 你覺得我們首先 可能都是打給大家 聽開我們買Radio 都會認識的朋友 打給... 打給尤達 對 現在首先打 打給尤達 對 打給尤達 問問他 他應該不會知道 關不關注 對阿安嗎 好啊 好啊 這些真的 先看看 希望他不是在做事 我們現在正在打 打不通 為什麼 打不通嗎 不是 這個不是他 你有嗎 我有 我們現在試試打 我是有 你有嗎 你按還是我按 因為 說真的 尤達英文名字這麼普通 我真的大把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名字 這樣就變了 我們有啊 有啊 不知道他現在 問一下他今天有沒有跑馬 有沒有什麼提示 首先 不然你突然之間問他 但不行 待會我們那個付費節目 因為你現在免費了 不是 坐一下他 喂 尤達 怎樣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在開工嗎 我現在在吃飯 你給兩分鐘 解答我一個宜蘭 行不行 我想問一下 因為有個聽眾 他叫我去說 為什麼男人 喜歡女人穿黑絲 穿高跟鞋 穿雷屎衣服 底衣服 底褲 空圍那些 那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為什麼男人 你怎麼回答你 你想我幫你回答嗎 是啊 不是 我想問你個人意見 讓我收集一下 然後我就可以在節目上提 不然我不會說 你們都在說 你們都在做 你們都在做 是啊 其實你現在已經在 接受我們訪問的嘉賓 是啊 我想問一下 你們男人怎麼看 現在我跟你說話 是在外面嗎 是啊 喂 是啊 是啊 你不是吧 你現在這樣問我 很難回答你 又在外面 怎麼搞 這個 通常 男人 給一些黑色 黑色的是比較 那個 密度度比較大 OK 黑色對男人來講 是吸精的 你的意思 如果 Можно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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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刺激你的官能 你自己喜不喜歡別人穿高跟鞋? 你喜不喜歡別人穿高跟鞋? 你穿高跟鞋 你穿高跟鞋 就變成不好看 如果你覺得那些人只有140-150cm 就算穿高跟鞋都不覺得他很舒服 但是如果穿高跟鞋 穿了黑絲襪 就有技巧 那就可能會好一點 尤達你情願喜歡別人穿絲襪 還是情願別人穿高跟鞋 又不選一件 如果你是高跟鞋是黑絲襪 對 你選一件 那我要黑絲襪 明白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一種想 你的對手穿著黑絲 高跟鞋、蠟絲 在床上跟你搞事 我知道你沒遇過 你曾經有沒有這個想法 真的嗎 但你會不會想撕爛他的絲襪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撕爛的衝動 撕爛的衝動 那要看我有沒有喝醉 原來是這樣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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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難說 因為都要看回那個環境 大家的感覺 那種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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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說 你不會像機械人那樣 你一層一擺位 就不是白氣 你都要看回那個感覺 對吧 明白 好 多謝你今集 做我們的客席嘉賓 多謝你的 請吃飯 好 沒問題 拜拜 拜拜 他又說了很多話給我們聽 即是說官能上的刺激 原來是喝醉酒 吹大了的情況下 這個只是他說 但我覺得有些人 都是真的想 因為他覺得那個絲襪 好像加了一種 怎樣說 障礙 讓他碰不到女生 他就想弄壞她 因為可能 如果不是又要由頭 可能在那個腰 那你剛才說的東西 這麼像在說強姦 所以我就說 其實 這個絲爛這個 我又沒聽過 我又是打給一個 準備 即是在開車的 可能 他知不知道我們在做節目 應該是不知道 喂喂 我有件事要問你 很威脅大件事 現在妨礙你嗎 怎麼了 不是啊 我想說 有一個聽眾 他給了一條難題 我們要我們 下一集 在節目裡說 他就說 男人為何喜歡女人 穿黑絲 高跟鞋 穿些雷屎 底衣 底褲 這樣 那為什麼呢 其實 不是啊 你們是自己猜的 是不是 不是啊 那我們就會說 穿雷屎 我們那些女生 又不會覺得很舒服 不過漂亮 穿黑絲 這樣 那其實 為什麼會令男人 那個性慾大增 呢 要 吊帶絲襪是 很厲害的 是啊 吊帶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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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你會怎樣 你會看到就會很開心 很興奮 還是 你會要求 你會不會馬上扯 有假的絲襪 假的吊帶絲襪 什麼是假的 那些 搞的 你不知道是假的吊帶絲襪 不知道是怎樣是假的 真和假 真的假不了 是啊 說一下 怎樣是假的 你這些話題 我們沒有Patreon 你們沒有Patreon 我們有Patreon 但也不會有人敢回答我們的問題 所以要我們做節目之前 現在要Patreon問 現在我們正在問你 現在正在問你 其實 你正在問什麼 你正在上載我們節目 法國佬 正在上載我們節目 你正在上載我們節目 你正在說話 我以為你吊了我們 你正在說話 是啊 我們正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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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亂說話 你還在討論 好像你現在還在討論 你還在討論 你還在討論 我不是討論 我討論 我討論了這麼多次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你解釋不到 你解釋不到 你再討論 你待會把淘寶連結 什麼是假絲襪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一刻想在床上可以撕破 對黑絲 然後 扯開 Lazy Bra 這些 請問 沒有 你從來沒有想過這些 你剛才說 會看到Lazy 絲襪 你會很開心 很開心 不是要 要 不要亂想 即是你對那些 強姦 佔有肉 不是太大的 對黑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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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會不會 會不會是想看到那個女生 穿著絲襪 或者穿著高跟鞋 跟你搞 高跟鞋 對黑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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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收了課 又說什麼都不喜歡 不是 我是吊帶絲襪 我都吊帶絲襪 真的 法國佬你喜歡吊帶絲襪 那尤達就喜歡黑絲 尤達你的朋友喜歡黑絲 就是你各有所需 那你喜歡漁網絲襪 漁網那些都穿了 可以的 為什麼呢 其實穿著等於沒有穿 你解釋給我聽 沒有想得解 是呀有時候 是喜好的 是 是 有 有啊 有啊 其實吊帶有什麼關係 可以脫掉那條帶嗎 那又怎樣呢 不知道 是吊帶比較多 吊帶 那這些是個人喜好 你解釋不了給我聽 如果普通的 解釋不了 但如果普通的絲襪呢 普通的寫字樓那些呢 即是銀行那些呢 你覺得密褲嗎 哈哈 那些絲襪一定是要吊帶的 哈哈哈 密褲 哈哈哈 現在夏天來的 法國佬 我每天都看見那些人 在店舖樓上 走來走去的 那些四五十歲 三四十歲 那些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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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黑色絲襪 襯對平底的黑色鞋 然後穿那些及塞的裙子 好像那些寫字流行證人員 那種絲襪行不行 即都是穿了絲襪 那些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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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自己 你都是讀 那些絲襪有些假的圖案 是假吊帶 哦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明白了 即是你現在是喜歡真還是假 我明白了 即是說有些絲襪 哦 有些絲襪 它的設計 你是穿了上身 然後那個位置 就是有個花在那裡 所以感覺上 你好像穿一條吊帶 但其實是一對的 那些絲襪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們不是不敢持嗎 因為我們 你這個看得多 我們沒有穿 我們不穿絲襪 我們喜歡老…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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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真軍 不穿這些 那如果是阿婆 阿婆絲襪 那些肉色的那些 你怎麼看呢 穿到那些女生很白滑 腳你離遠 覺得嘩 那些人不敢 你按太多 阿婆就能打劫人 吧 你沒有責 你、老… 你、老… 打劫人了 你、老… 那些女人 我,打劫人但 居然看得到居然看得到居然的 阿婆 凹凸都看得到 是不是凹凸再凹凸多個絲襪 對 對 還有沒有用 有啊 我想說回阿婆絲襪 你們男人不是喜歡女生 腳很白滑 纖長 如果他離遠 你看到現在的阿婆絲襪 即是肉色跟膚色 有很多不同顏色 即是粉底液粉底 這樣的話 你穿上去好像真的不覺得你穿上去 你不會覺得這個女生的腳很白滑 很完美無瑕 暗瘡、酒米、油脂粒都沒有 你不會覺得這些很棒嗎 有啊 所以不是說 多數的強國人 強國大媽來香港 就是穿這些 不是吧 看不出這麼近的嗎 會看不出 對 看不出的 除非你跟她來5CM去看她 近距離去觀摩她雙腳的話 你就知道 那我不喜歡女生的 哦 即是你喜歡是 你反而知道 假如假 假假大事物業 好啦 明白了 我再跟你說 做完節目再跟你說 謝謝法國佬 拜拜 哇 下次再撥彈聲 就是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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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你 拜拜 好 哇 真的 這個法國佬弄得我們 完全是 唉 又有點辣 人 辣慶了你 對 真的 原來 其實是 有時候 吊帶絲襪那些 你想想 男人都喜歡女生穿吊帶衣 會覺得 一扯就扯得下去 其實我覺得每樣都是 因為他們的男性 經常都會幻想 可以 咦 那條帶脫了出來 或者 會突然之間自己 滑下去 他們會覺得 這些就會 又有 若隱若現 變成 即是很容易 即是看到你 又穿衣服 但又好像很容易 就脫掉出來 這樣他們就喜歡 問一些老一點的 你的朋友 好啊 問一下他 又可以問問我弟弟 哇 不是真弟弟 公司的 這樣是 你可以問一下 喂 我現在很麻煩 因為 我有一個聽眾 他叫我去說 為什麼男人喜歡女人 穿那些黑色絲襪 吊帶衣 高跟鞋 其實為什麼呢 為什麼 他有一種 不喜歡這樣 不是的 你正常出門 都會看到一些女生 穿高跟鞋 女人 高跟鞋 或者穿魚網絲襪 即是說 他就問我 那我不是男人 我又不穿這些東西 所以我不懂怎樣回答 你幫我回答 其實是為什麼 男人喜歡女人 穿這些 他喜歡 他對這種 他對這種 有這種 有這種 叫做 什麼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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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喜歡腳 那為什麼不喜歡 別人 就這樣一隻腳 不用穿 絲襪 不用穿高跟鞋 反而又喜歡穿高跟鞋 又喜歡穿絲襪 才在床上搞 那你會看到有些人喜歡出去搞 特地穿這些制服去搞 他不是有這種 叫做什麼 什麼病 即是他有一些特別的癖好 對制服 護士 不同 消防員 警察 類似 類似 我有一位男人 很喜歡這件事 我有一位男人 很喜歡這件事 他經常都放上網絡 他喜歡怎樣 他是女朋友還是他老婆是這樣 不是 他很喜歡穿高跟鞋 黑色絲襪 他很喜歡這種人 那他怎樣放上Facebook 他經常都放上網 人家有穿黑色絲襪的照片 他就會轉化出來 是啊 他很喜歡一點 但他們不是男人看到絲襪 然後性慾就會更加起嗎 一點點 我就不覺得 你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你寧願那個女生是 穿牛仔褲還是穿短裙 我是看過人 我不是看這些 你不是看裝束的 是啊 我是看過人 我看他的身材 我不是看他這些 那你看鹹片的時候 你也想 那腳都是身材的一部份 是一部份 但是我不是只看過一部份 我會看前播的 哦 那你真的跟那些色情人不同 那些色情人看四仔 都是選擇了那些 Cosplay 制服 那些片 他們才看 是 但是阿宋佬 你會不會因為那個女生穿了一雙高跟鞋 或者穿了一雙絲襪更漂亮 可能閃亮亮的腳 很滑 而覺得他比較吸引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第一眼看下去 當然會有些吸引 那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個女生的背影 穿了一些絲襪 你會覺得 很漂亮 是不是 是啊 會有一點吸引 吸引到我 但是就不會說 但是我就會走到他面前 看他的前面 才會吸不吸引我 我會有不同 你不會叫他穿這些東西上床 不會想到 會 拿這些道具 雷屎衣服那些不用嗎 不用的 我不想這些 你不用那些 什麼雷屎衣服 那些什麼絲襪 那些全部不用 那我沒試過 你試過沒有 不用的 不用的 那你喜不喜歡女人 穿那些雷屎 那些胸圍 底褲 還是你寧願她穿那些棉質 還是寧願她不穿呢 那你上床當然不穿 上床 平時你喜歡女人 另一半 是怎樣的 需要穿這些嗎 穿這些會不會覺得很棒 清順一點 我覺得清順一點 就是穿白色胸圍 白色底褲 清順也有 但如果跟你搞那晚 需要穿一些漂亮一點 顏色不要走 穿白色底褲 還是穿一些漂亮的紅色 那我就不需要 我身體不一樣 我對這些都沒有興趣 不需要 要有人做鐵臂 我不喜歡這件事 好 謝謝你 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做 謝謝你 謝謝你 難怪不見你 那就過去上節目 是啊 我現在就在這個節目 播放你跟我說的話 出門 你今晚自己聽吧 不是吧 謝謝你啊弟弟 謝謝弟弟 拜拜 拜拜 弟弟是有看我的Radio的 所以他每次都是這樣 我一有什麼直播 他都會聽著你 還有那些可以打的嗎 可以 誰 可以 可以 有嗎 有 鄧三 可以嗎 現在是網上網站 有些就用電話打 有些就用Facebook 這樣 分門別淚 看看他們是否滿意 Hello Hello 收不收到 Hello 收不收到 收不到 現在是嗎 沒有 真的 是不是收不到 真的 真的 喂 我想說男人怎樣 喜歡女人穿黑絲 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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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播一些聽眾 他們說 說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而你說那些什麼 黑絲的那些 其實 沒有 我沒有這種喜好 反而 男人喜歡女人穿絲襪 我完全沒有這種喜好 不穿絲襪會更正 我覺得是 就這樣看到對腳 不穿絲襪會更正 但是有這些人的嘛 之前在Facebook見到那條片 有個男人會偷拍人裙底 但是女兒 首先她的裙子不是轉的 就是普通膝頭上面那些 那條女兒就是穿黑絲的 那你穿黑絲 你偷拍裙底 你有什麼看 對不對 正常女兒穿黑絲 她面穿黑色 她面穿黑色 你根本沒什麼看 但可能這些人就是忠情 那為什麼真的不知道 我不會 我們都問了大約有四個人 原來有些人是會 有些人是不會的 所以其實 好看個人的喜好 但反過來說 有些女性是喜歡穿的 是喜歡每一天出西 因為她自己覺得自己這樣性感一點 其實你不是每天都露對波給別人看的 你知道那些女生其實 我覺得絲襪方面 她們會覺得自己性感一點 尤其是你一穿短裙或短褲 除非你說牛仔褲 那些 你配對長褲或怎樣 否則你穿裙子 我也覺得要穿絲襪 好 我私人少少的問題問你 你會不會每天出街 我們家裡也有很多不同的內衣 底褲 你會不會配襯一套才會出去 沒有 我自己基本上都不會 那如果特別約人那天呢 都不會 因為我沒有買過 我自己說真的 我沒有買過一套那些 你有買過 我有買過一套 但有個問題就是 你不會真的 你真的很隨便 很隨便的穿 你不會說 今天想著穿這個紫色的衣服 那你可能那條紫色的底褲 前天已經是洗了 那你也穿不到 我又覺得不是 如果一套的衣服 通常你都是一套這樣穿的 但我不會買 我不會買 一套這樣買 一套的衣服 如果是買的話 我也是為了上身 承托力好 說真的 底褲十元一條也是穿的 兩元一條也是穿的 那我又覺得 我又不會說 專門要配襯一套 但如果你說是約人的話 那我就會穿一套 但我不會說自己最高的 每天換衣服 然後就要配襯 今天是穿這一套 那就是這一套 我不會 其實你也會知道 其實胸圍你不會每天換 還是每天都不同 我會 你會每天都不同 是啊 那你也有很多 是啊 也會 但每一個衣服都會適合自己 喂 我們的忠實用等 槍槍 你直接打給他 槍槍 打不打給你 槍槍 我們打給你 槍槍說 對女人穿黑絲毫無興趣 真的很極端 有些就完全好像弟弟或阿槍 完全覺得 都沒有所謂 不用穿 不穿更好 更方便 更方便 但有些 好像之前加拿大聽眾李珊 真的很想了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這麼極端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都會小小看電影 都知道 如果你穿到 駕斯頓督 高跟鞋 鞋 鮮蠻 說真的 這些真的 隨便說 站街才會穿 如果你說 如果一個男生 他好地地想認識一個女生 看到一個女生經常穿的衣服 都是這麼暴露的 這麼出眾的 他會覺得這個女生 不是好女生 那怎麼會有興趣呢 但我又覺得 如果一個人 例如他穿短裙 他加對絲襪 我覺得比不加對絲襪 我覺得沒那麼暴露 我自己覺得 穿上絲襪會好些 你覺得呢 我覺得沒那麼暴露 他穿什麼衣服 如果他是 不要計算衣服 你只是計算下身 如果他短裙 他就這樣暴露了腳 但要加絲襪 感覺上好像多一層 好像穿了衣服 幫著腳 但你要想想 如果夏天來說 真的很暴露 但你說冬天的話 其實也會 還有 如果最後說絲襪 其實有一種穿是超級噁心的 你有沒有以前經常聽人 你有沒有知不知道 什麼叫MK仔 就是MK妹 怎樣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穿法 我那個年代 那些MK妹是怎樣穿呢 就是從小學開始 到中一 中二中三 他們都是喜歡 穿條那些 不是超短牛仔褲 或者是普通牛仔褲 然後交代絲襪 黑色那些 然後再襯波鞋 是超討人真的 為什麼 不知道你像什麼 你做到自己不倫不類 你這樣 可能他免得走光 那麼短 不是他那時候 因為你穿不起 那麼短就不要穿 不是他那個年代 那種的話 是覺得這樣是一種fashion 他就不是怕走光 有時候他穿那些 短裙都是 超短的短裙 但是他穿絲襪 沒有問題 你就要穿高跟鞋 OK 他穿波鞋 我也想說一件 又是那個年代 或者現在也有 有時候有些人 尤其是冬天 當了襪褲 是一條褲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說真的 襪褲沒有cutting 就這樣穿上去 那些屁股位 或者雙層 你不全現 很現 但是有些人 那些衣服 穿短裙 然後那些 大腿 還有比堅尼的位置 我覺得很噁心 你有沒有說什麼 我明白 我當然知道 那一條就不是普通 很噁心 而且是一條蜜 厚身一點 後面看 好像整個大腿 不 sorry 兩個屁股的肉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你也有 我覺得不是漂亮 我覺得如果你穿襪褲 穿長一點 包一個屁股 或者半個屁股 你不要走去整個屁股露 因為那些褲很緊 你就會凸掉整個屁股 除非他去做運動 有些人做運動 運動的時候就是這樣穿的 普通在街上 我覺得這些就有少少 又不是他不是有心 但有少少不雅 我也是的 你會不會這樣穿 我不會 我也是從來沒試過這樣 我的衣服也要長一點 我覺得這些 而且有時候你穿那些 就算你說不一定是絲襪 有些有顏色的褲 不過那些物料是很薄的 穿起來 你會覺得自己穿了一條蜜褲 其實也是的 如果你 因為它太薄 如果你真的不穿一件 長袖 還要穿一些露池裝 你整個屁股和前面的形 是染了出來 是啊 因為那條褲的設計 沒有那麼多的位置 但你弄得像牛仔褲 那條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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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噁心的 所以大家女性 要小心一點 前後都沒有袋子 很甜 對 完全是抵擋不住 那些人真是引人犯罪 就是這種 看看哪些 剛才有些男嘉賓說 對這些完全沒有興趣 有些就說 很棒 要怎樣怎樣 但說到最後 其實說真的 你出家穿起來很噁心 現在我覺得很少看到 你在深水埗 你不會看到有人這樣穿 黑絲那些 對 就算你不黑絲 你吊帶那類絲襪 也不會穿 沒有啦 像你說的可能都是 去飲食那些 就是會 你可能去老懶也不一定會 人家會覺得你很造作 你留在家玩的時候才穿 最多是短裙的 的盡就是腦胸 但我這一集 其實最後想帶出 男人好像對腦胸沒什麼興趣 人們會看腳 在後面看 看腳 然後再看前面的樣子 看屁股 男人是喜歡屁股 一想到屁股 就會想到那些 推車的姿勢 是嗎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特別的姿勢 是翁 椅子 那些真的很棒 這樣 如果你本身沒有什麼姿勢 他就覺得這個姿勢不適合 玩回男上女下就算了 OK 也希望解答了 加拿大李先生的一些 希望李先生繼續 繼續收看我們節目 還有如果有其他聽眾 有其他一些 有趣的問題也好 話題也好 可以給我們 對 因為李先生說 希望這次這個題目難我們不到 但最慘的是我們兩個都沒有這些 即我們沒有這樣的嗜好 或者沒有認識別人 但我會喜歡在床上的 但就不是像puppet這樣去穿 即你有穿的 我有的 但只是限於 要看看對手是誰 有些對手你明知道 也不需要跟他搞那麼多事情 那就沒有興趣了 好 今集就是這樣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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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